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做 开始自己的无惧人生 鼓励弟兄姐妹要约新朋友一起来参加 要受洗的是你吗 七月受洗班来咯 时间就在七月二号星期日的早上 地点在夏凯纳602教室 请预备受洗的弟兄姐妹上教会2.0APP报名哦 圣经讲座 新约由中开课咯 课程由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王茂采国际理事授课 带你探索圣经人物跟事件 更深了解新约书卷的架构 时间在七月一号星期六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四点 地点在夏凯纳603教室 报名直到六月二十五号星期日哦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 报名请上教会2.0APP 2023羽神起飞基础与操练课程来咯 时间在七月八号到七月二十九号 每周六上午 带你更多操练先知欲言 赞灵理根神更深的同工 鼓励门徒班结业且上过张一瑞传道 羽神起飞课程的弟兄姐妹 踊跃上教会2.0APP报名参加 音哄团队章目中 您渴望以恩赐服侍教会 让聚会品质提升吗 邀请您加入服侍的行列 同时间有音响训练课程 时间在七月三号到九月十六号 每周一的晚上 邀请到演唱会专业音哄团队授课哦 您基础也可以来参加 报名请上QRGO 因应台湾高龄社会的需要 老服务每个月祝福超过 1万名长者及家庭 更前进新北的偏乡石门区 石门这边的老人的人口总数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而且交通不是很方便 并不是那么多的服务单位 都愿意来这边做长照这样的服务 那我们在服务这边长辈的过程 我们发现这边的 因为人口外移严重 那这边很多长辈其实是 儿女都在外地 他们都独居在这边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好 对疾病的状况的认知 其实没有那么的清楚 那我们的日间照顾在这边 成立之后 可以服务大概 22位的长辈和家庭 其实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可以提供他们 白天的时间都在这边 身体的照顾心灵上的满足 为这边带来很大的祝福 因着耶稣的爱 只要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往哪里去 亚比斯基金会Teams Club 好评不断 属其课程口碑登场 每周五六日准时开张 每一天都有丰富多元的内容 包含乐器、英语、元宇宙体验 及其他多元工作坊 这么丰富的课程 竟然无需收费 现在就扫QR Code报名卡位吧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欢迎所有小六 升国一的弟弟妹妹 加入最有活力的青年牧区 2023小六欢迎礼 时间在6月24礼拜六 和6月25礼拜日两场 欢迎爸爸妈妈与孩子一同参加 相关问题请洽青年牧区林区长 感谢神让我和老公 可以一直一起持守在24期祷告中 在自节祷告中 总是能想起 哪里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求神怜悯光照 每每在主日敬拜中 都能够被神的爱感动流泪 记得有次主日结束之后 牧师有感动 请渴望怀孕的姐妹到台前 请生三胎以上的姐妹 为她们祝福祷告 没想到没多久 天父爸爸竟然送我一个惊喜大礼包 为人祷告的我竟然也怀孕了 感谢赞美神 上周还来教会大小事 感谢神 上周青年牧区大研毕业礼 圆满落幕咯 好多毕业生们一起在崇拜中 领受宣教意向 也在晚上的派对中写下对未来的展望 祝福每位毕业生进到职场 都经历上帝恩典的同在 而先知广场 国高厂也大成功 好多青年人在服饰中领受祝福 经历圣灵超自然的恢复与同在 将荣耀归给神 人亲凤林陪读班学生 代表学校参加原住民语 课语朗读等比赛 共有九位孩子获奖 其中一位更在花莲县长杯 跆拳道比赛中获得亚军 神的荣光彰显在孩子们的身上 将荣耀归给神 感谢神 夏凯纳于2022年起 引进了ESG永续教会的架构与概念 开始不断在环境保护上 落实节能减碳 能源效率等目标 在上周教会也获得了 内政部绿建筑钻石级 彪彰证书的肯定 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以上为本周教会大小事 更多教会消息 请上教会官网 或扫QR Code 参阅电子周报哦